原调题,传统武术是古代战争杀人计,其实根本没关系,武僧都练习马射箭有网友问,古代的武装元到底有多强? 在谈起武术的时候,总也有人说,既然中国传统武术不行,为啥东国古代军队具有战斗力?表示,武术就是从军队打仗的杀人计发展出来的,其实,武术和古代军队杀人计没有啥直接关系,古代一千多年武状元历史也从来都不考传统武术,武状元考的是真正的战场技能。 在唐朝的时候武状元考试,主要是举重,骑射,不射,还有马上刺枪术,一直到清朝,也基本都是这些内容。 清朝考试,第一场,第二场,都是考试,公马纪勇,首先还是骑射,而且,还有考验俯身射击能力的射地滚球。 技能主要是看病力,考验拉八十斤,一百斤和一百二十斤重工能力,还有武动重型大刀和举大石能力。 简单来说,我国古代武科局考试,主要就是骑射,不射和力量,射,三项技能。 我国早期寺庙当中的松兵,其实也是训练骑射的。 唐玄宗说过,叶刹之中,与其骑射,有教无类,何可止息? 在我国古代要想当军官,立战功,首先就要掌握骑射技能。 我国古代哪一位战将不是攻马贤熟? 那怕是战将身边的家丁护卫,第一标准都是攻马贤熟。 同时,一位军官还必须掌握布设,使用硬弓布设,击穿敌人的重甲防护。 最后就是军官要具有超出常人的力量,才能在战场上以利福人。 从唐朝到清朝,武科举器械考试出现过的,就是马上刺枪术和武大刀,这也是古代军官的主要技能。 在马上闲熟地进行击刺,在徒步的时候,可以挥舞有一定分量的大刀,斩杀有盔甲防护的敌人。 武状元当中最出名的大将,就是唐朝大师郭子怡,另外成为总兵,游击的人更多。 如果说整个武科举体系,那么,武科举体系,是中国古代军官群体三大来源之一。 返回搜狐,查看,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